Hello,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那我現在能在威剛2024Computex的攤位 今年受到他們的邀請 然後來看他們有哪些新產品 順便我也會訪問他們的工作人員 讓他們介紹一些有趣的新東西 那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你好,我是威剛的產品PM,我叫James 今天很高興來跟各位介紹 我們這邊最新的GEM5 SAT的方案 那隨著世代的眼鏡整個 GEM5 SAT的速度已經來到了 1萬4跟1萬2的毒跟血 有鑑於這個速度越來越高而產生的熱能的問題 我們這邊設計了一款特殊的散熱片 那它其實結合了所謂的風冷跟水冷的特點 能夠有效來去解決這個 所謂的速度越高而產生熱能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預計在這款產品會在今年的第四季來去做發表 接著來跟各位介紹我們其他的相關類型的產品 因為在整個速度規格不斷的演進的前提之下 所以整個散熱的問題也會成為下一個階段 我們需要來克服的一個問題點 那在我們這款獨家設計的一個能夠藉由機構開合 來去打開內建風扇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能夠有效來去降低使用收盒產生的高溫的這個問題 這款SC90已經於去年發表 那在接下來是我們的Legend 970 Pro 這是我們即將問世的最新的GEM5 FAD 速度一樣來到業界最高的1萬4跟1萬2的獨根鞋 我們這邊配置了散熱片 在這裡可以來做有效的把熱能有效的做排輸的部分 好,再接下來是我們這邊比較偏概念型的一個產品 這是我們這邊為了相關散熱的問題 不斷持續的去研發新的複合的材料 這款材料它結合了塑膠的特性跟金屬散熱的能力 希望能夠有效來去對應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應用需求來去有效的解決散熱的問題 接下來來跟各位介紹威剛這邊準備了一系列外接SAD的軍團 那其實威剛從不管是速度上到40Gbps的USB4的外接SAD 一直到速度20Gbps的2000速度帶的外接SAD 我們這邊一系列都有準備不一樣的運用 包含就是對於所謂的有戶外使用需求的三房系列的防護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SD810 如果你是有比較需要輕巧攜帶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我們有SD880速度也是來到了2000的RIG跟RAID 再來是有建於就是所謂的不論是iPhone或是Android Phone 他們針對Type-C接口的這樣的運用日趨流行的這個時候 我們威剛這邊也一併推出所謂的能夠帶有Type-C接口的這種外接SAD 讓你能夠非常的便於使用於就是直接接上iPhone這樣來去做使用 來去做傳輸資料 我相信是在下一個趨勢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品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邊也是希望說能夠再設計更小更輕巧的一個產品 所以呢這個將會是未來我們首款最小的外接SAD 速度來到15跟600Mbps這樣的一個速度 也是希望說能夠讓使用手機來去傳輸資料的時候 能夠更便捷更輕鬆自在這樣子 我們現在到了XPG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產品 就是XPG之前有在筆電市場深耕過 那現在呢我們要再踏入手持式的遊戲裝置 就是我們講的XPG Nia這個產品 那這部分我會請PM Kevin來介紹這個細部的規格給大家知道 謝謝 大家好我是Kevin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Nia這個產品 那Nia呢是我們2024最新推出的早上型遊戲機 那其實它最主要的幾個feature呢 包含像是我們做人體工學的設計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讓螢幕站立起來 跟手續一個比較好的知識去握它 可以打造更好的遊戲體驗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目前是使用AMD的這個Phoenix的這個CPU 那明年呢我們應該會繼續用AMD的這個Solution 那再來呢它也在後續的話 我們會做上我們新的CAMP 2的一個DRAM的Design 那最後一個的話我們是希望可以加入的就是Secular Computing 那這個概念就是我們會把我們後續的一些機構啊 零件啊所有的Design的資訊都會公布到Github上面 那你後續的話你可以打造你個人喜歡的 比如說你喜歡它的下蓋是黑色或是紅色或其他顏色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3D的設計和列印 對那基本上就是Nia的四項的特色 謝謝 那各位Fans 那我們現在到XPG的機殼區 那我們現在你們現在可以看到的這一款是全新XPG 即將在9月上市的一款新的機箱 那是在原本STARKER的基礎下去做一個升級的版本 我們叫STARKER BTF 那其實就很簡單了就是 它就是一款支援BTF主機板的一個塔式的機箱 OK 那我們有什麼特殊性 這一台機箱它除了支援BTF以外 它還是可以支援原本的EATX 因為我們有附一個EATX的支架 那另外就是在垂直顯卡的部分 它是7槽 OK 不是像以前有的可能3槽或2槽 OK 然後在IO的部分呢 我們有加入Type-C的IOPOR OK 那在前面板我們還是維持了一個我們 SPG專有的磁吸的設計 快拆 沒有香菇頭讓User在那裡拔 不好拔 這些問題 那在面板的部分 其實我們還是維持了在面板上面 有LED的ARGB的那個 lighting的這個設計 OK 那這一次上市 我們基本上SPG這一次為了要滿足 新的15代CPU 跟未來50顯卡的需求 所以我們這一次出廠的設定規格 風扇是四支裝滿 ARGB 直接給 現在來到我們 SPG Invader X BTF的前面 那基本上這一款的延伸基礎 是我們現在在市場上面銷售的 Invader X OK 你們在可能原家屋啊 或是一些3C通路上面 應該現在是買得到的 那 目前這一款我們現在是新推出 那為了要滿足ATX版本的BTF 主機板規格 所以SPG又做了一次的升級款 OK 那這是延伸基種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在組裝的 嗯 硬體 就已經是 BTF的板子 搭配BTF的顯卡 OK 所以你看這邊的顯卡 是不帶線的 OK 那 其他的規格其實都是跟 原本的Invader X 全配版是一樣的 那我們出廠一樣是附五支 ARGB的風扇 四支反轉一支正轉 OK 四支反轉就是前面四支 那 背面後面那邊會有一支正轉的 OK 那我們現在來到Invader X Pro OK 這是XPG第一款 呃 大曲面波 OK 這是一台 呃 BTF的機槍 那你們可以看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在場的 只要是BTF的機槍 我們的顯卡都是不帶線的 OK 那 那這台機槍的特殊是 它是曲面波 然後 它有三個面是玻璃 但是 它還是可以裝 它可以支援兩個360的水排 然後呢 它在它的背部 出風的地方 它有兩支風扇 可以裝 可以給你最好的散熱效能 那在熱流的部分 它是從底部進氣 到上面因為有這一個曲面的部分 它會把熱流直接導到 側面這邊 OK 所以它整個 熱空氣就會被拉走 所以它整個散熱的部分 是完全有在我們考量內的 OK 那另外 就是 這個設計也是非常unique 基本上在全場你是看不到的 這是XPG自己 獨立的設計 OK 那我們在出貨的時候 我們還是 有想到 就是說 因為這是比較 高階的產品 所以我們有帶一個 5吋的 LCD液晶螢幕 然後它會可以播你一些照片啦 影片啦 的一些資料 那一樣有Type-C 那我們在出貨 我們會附8支風扇 OK 那 這個部分可以在後續 我們會有更 清楚的一些規格 大家好 這個是我們XPG最新的一款 叫做LancerNeo RGB 的Memory Module 那 那它是 第一 業界首款 第一個是 Eco-friendly的RGB Module 它裡面採用了超過50%的回收的塑膠來製作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業界最大的發光面積 然後再來是我們有使用IMR薄膜 在製造的時候能夠有效的降低它的製造過程中的碳排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 它在PCB上面有做一個很 有添加一個散熱的技術 它可以降低10%左右的溫度 這次可以看到威剛在Computex上面展示了非常多高性能的產品 像是PCIe Gen5的SSD 以及DDR5-8000的記憶體 那不過我自己最想開箱的應該還是XPG的掌機 對於它的性能表現我是非常期待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看看你們最喜歡哪一款產品 有機會的話我們一定會入手給大家看看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Enterbox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